本人是之前在導盲選賢會 就是擔任訓練師 然後自我介紹一下 我姓蘇叫亭峰 然後人家很多人都直接叫老蘇 我在台中經營一間咖啡廳 那是解個中途 那中途的意思就是我們用的是那個 收容出來的狗狗 然後我從2005年開始從事導盲拳訓練 然後一直到2015年 將近10年的時間就跟導盲拳混在一起 導盲拳你們在台北有看過導盲拳 舉手看一下吧 有很多耶好,可以放下來嗎 之前就是在導盲拳機構裡面工作 我們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 去幫我做在路上的訓練 例如說遇到車子要停下來 然後看到凹凸不停的地方 他們要停下來 去暗示旁邊的四張主人前面有危險 那圖片裡面的那隻狗狗 跟我就是在做那個最後的考試 我們訓練到最後面 我們訓練師要把自己眼睛崩起來 然後跟著這隻狗 從A走到B 那第一點他不會告訴你在哪邊 他會開著車 然後我們一上車就要帶點照 很像被萊塗綁架一樣 綁架一樣 然後會繞一繞 繞到一個地方 為什麼? 他怕你記路線 所以我們到一個地方下車之後呢 然後後面的指導老師 就是考官 都會跟你說 現在要走到 例如說走到台北火車站 然後下車第一件事情呢 就要幹嘛聽車聲 辨別位置 然後接著就是 開始找路人問一下 我現在地點在哪邊 然後呢 要開始規劃路線要怎麼走 跟著狗狗一起冒險 所以人跟狗 他是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 導盲犬在帶路的時候 他不是像計程車一樣 一個導盲 一拿起來跟他說 台北車站 他馬上就帶你去 如果他不方便的話 那個四張品 我不用那麼辛苦 其實四張朋友 每一位四張朋友 他們都有一個心理地圖 有點像那個羅湖寒一樣 例如說 他面向北邊的時候 他會知道說 那個 那個 中校動物在哪邊 然後那個 星光正義在哪邊 他都會知道 他的那個心理地圖 所以他才有辦法 指揮狗狗怎麼樣走路 所以狗狗 他並不知道主人要去哪邊 基本上他只知道說 直走路上六座 遇到障礙物怎麼閃開 然後怎麼樣 怎麼樣那個 提示主人 好 好 那 2015年開始 我就離開 導航群的領域 然後開始做 流浪狗的訓練 為什麼有這個轉變 因為其實在 這十年在路上 我們在訓練導航群的時候 看到很多流浪狗 其實目前已經有 越來越少的趨勢了 十年前真的很多人 在路上一走 然後有了那個流浪狗 他也不是流浪狗就是像那個 放養的狀態 有些店家他們不會養狗 他們就是負責養 也沒有在綁他們 也沒有在叫他們 那讓這些狗在那邊 會有領域性 之前就有不少 那個導盲犬被 路上的野狗 攻擊的新聞 像我們之前就是 在路上走一走 突然就是會有那個狗狗 從後面或是從店裡面 這樣衝出來 然後就是攻擊那個導盲犬 咬屁股之類的 那像這種狀況要怎麼辦 我們要非常正經的走過去 我們不能尖叫還是什麼 那如果說真的狗狗被一群狗 導盲犬被一群狗攻擊了 這時候四張朋友要怎麼處理 其實很簡單就是 把牠牽繩放開 讓牠的狗跑掉 因為你牽著拉著狗 可能就是會咬來咬去 因為導盲犬 其實牠們都被訓練很溫泉穩定 基本上牠們不會有攻擊性 不會回癢 所以牽繩放開 狗如果真的跑掉了 然後等那些狗 例如就離開了 再叫牠的狗回來 都叫了回來 因為導盲犬受過訓練 牠跟牠的主人之間 會有一個我們講 bonding 就是那個連結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狗都叫了回來 所以為了要保護狗狗的安全 這件事 那個第一件事情 會請那個四張主人 把牽繩放掉 好 大概要避免牠們被咬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路上訓練導盲犬 就是發現很多的流浪狗 然後最主要有一件事情觸發 就是 有一次我在路上訓練導盲犬 剛好旁邊有一隻流浪狗 躺在旁邊 白色的 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剛好走到十字路口 我都要停下來 然後剛好有一隊那個母女 媽媽帶著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在國小 然後那小朋友就很想要摸狗 可是他大概知道 導盲犬在工作或是訓練中 是不可以干擾 不可以去觸碰他的 所以他選擇要去摸那隻流浪狗 結果被他媽一把抓住說 流浪狗又臭又髒了 要摸去摸那隻導盲犬 那種比較乖 然後那時候心裡面覺得說 導盲犬訓練的那麼乖 就是大家有不共同 你當他的老師應該是 要很驕傲才對 結果 心裡面凸起來覺得酸酸的 會超乖 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導盲犬 從小到大 他從出生之前 他那個基因都塞補過了 導盲犬的血統啊 他跟那個外面 看到的那些拉布拉布的不一樣 導盲犬的血統是怎麼來的 導盲犬學校 跟導盲犬學校之間交流而來的 他們學也不會被外流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去做 原因是因為 基因上面如果做控管的時候 這隻狗 例如說他個性更穩定 然後更不喜歡睡覺 然後更喜歡跟人一起 更喜歡工作 走路啊等等 這隻狗之後 訓練成功機率會比較高 其實在台灣來講 導盲犬的訓練成功機率是66% 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了 其實已經算很高了 其實在世界各地 其實也60%左右而已 所以在台灣算很高 那如果說基因上面沒有控管 沒有採訓的話 很多狗會被刷掉 會浪費經費 你們知道導盲犬訓練一隻的成本 大概要多少錢嗎 大概要兩三百吧 對 為什麼 怎麼算呢 你就把訓練師的錢算進去 把他們吃飯的錢算進去 把他們訓練的車飛那些 因為像我們 我們要搭高鐵 要搭火車 留的狗 我們還會訓練他搭船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這些狗如果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沒有做過社會的話 你突然把他帶到高鐵上面的時候 他會嚇死 什麼地方會動那麼快啊 然後會有聲音啊 然後那麼多人坐在那邊都不動 是怎麼樣 所以之前 其實我前面幾場 像台中高雄 我都會帶一隻示範的狗狗 就是帶一隻示範犬 那帶示範犬到現場的時候 那麼多人坐在這邊 狗狗還是很穩定的塌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經歷過這些 像老師我常常帶著狗狗去校園做宣當 或者是像我們店裡面會辦一些講座 那很多人來就是坐在那邊 他不會覺得坐在這邊的人是拍啦 他不會覺得坐在這邊的人等一下會把他們分死 所以他不需要那麼緊張 那導盲犬一樣 為什麼要帶他去公共場所做這些社會化 原因很簡單就是 因為他以後要在人類的社會服務 他要進出公共場所 跳太遠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覺得說 那隻躺在地上的流浪狗子 是沒有人去引導他 沒有人去教他 導盲犬從兩個月大開始 他就會送到寄養家庭 那時候寄養家庭就會開始去 跟他做練習 帶他去做社會化 一直到一歲半的時候 會回來協會 訓練師會開始教他 在路上訓練的技巧 訓練完之後 我們還會再把他交給市長朋友 去輔導市長朋友 怎麼樣照顧他 怎麼樣跟他一起工作 工作到第11歲 退休 導盲犬退休之後 後面還會安排一個社會的家庭 所以這隻狗 一路上都有人在陪他 那流浪狗呢 流浪狗我們通通都怎麼處理 打電話就999 通報都來抓 抓到收容所把他關起來 就沒事了 因為眼不見為睛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會知道一句口號叫做什麼 靈養代替什麼 靈養代替什麼 靈養代替 靈養代替 對靈養代替購買 我們大家現在一直在倡導這句話 大家從收容所把狗帶到都市裡面的時候都忘記一件事情 這些狗他們沒有做過社會化 這些狗他們當初是怎麼進去的 那個收容所的車子開過來 門打開前他們上車嗎 沒有一隻狗是這樣的 每一隻狗都是被抓 你知道用什麼抓嗎 你們有看過收容所的狗在抓嗎 那他就是收容所的人被抓到嗎 沒有齁 他們會用很長的鐵桿子 上面會有一個圈圈 有的是鐵做的 有的是不做的 然後會把他的頭繞起來 然後那個收起來 然後為什麼要用很長的鐵桿 因為它是硬的 它不會讓狗太靠近 因為狗在被受到驚嚇的狀況之後會怎麼樣 他們會保護自己 又可能會那個咬 所以他們要把那個鐵要扔的 不然狗會爬到自己腳邊會被咬 所以像那種棍子之類的 還有一種像比較大隻的 例如說二三十公斤的狗 你們知道他們怎麼抓嗎 他們真的是圍捕 大概三四個狀釘出去 然後用那個大網子 那個網子 連一個成年人都照得住 整個扛起來 腳踩著 然後接著就是要等牠冷靜 如果需要有攻擊性的 他們就會打麻醉 所以其實收容所的狗 他們被抓的時候 過程是怎麼樣 對人來講是覺得恐懼的 所以你去收容所把狗帶到都市來的時候 你沒有做過社會化 牠們基本上對人也是恐懼的 所以我說這個主人 他用有一些基本的觀念 直接去把收容所 看到一隻狗 好可愛喔 雙屍犬 很可愛的 直接帶進來 一上車怎麼就被咬 因為牠跟你不熟 帶到市中心 牠怎麼什麼都怕 什麼都咬 因為牠沒有做社會化 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些狗牠們被我們誤解 例如說牠們有攻擊性 牠們會隨地大小號 牠們身上的臭痕 知道嗎 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從小去引導牠們 或者是這些狗在成長的過程 或者是真的長大之後 就是已經成全了 沒有人去教導牠們 因為那時候我是一個小小的儲備訓練師 我那時候在訓練導航拳 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我覺得說 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就是可以來幫助這些狗狗的話 牠們還會像我們想像中這樣 又臭又髒會咬人 後來呢 我就開始留意那個路上的狗狗 這次我在全台灣路上 有遇到了嗨的 就是還蠻多的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開始跑收容所 收容所 全台灣各地的收容所 大致上是一個樣子 這個是在新店的 這是台中的 這是台中收容所 還算不錯了 因為看得到天空 大部分收容所 他們都是在郊區 跟什麼合併 你們知道嗎 公墓啦 或是焚化爐啦 垃圾場 都是跟一些鹹垃圾市在一起 我們看得過最近 都市最近的收容所 大概是壽山的收容所 壽山你知道上面有一個動物園 有高雄壽山的 雅修羅環圈 爽可以放下來 你們就是在台北 那個壽山 其實下山的地方 他就算比較失去了 基本上收容所 他算是一個險樂設施 你只要蓋哪裡 地價會下跌 也會被抗爭 那就是險樂設施 最近去年零安樂 去年二月零安樂 很多收容所在擴建 一大堆人在抗爭 就是像園林那邊 現在要擴建 厚禮 全部都是被抗爭 當地的居民抗爭 為什麼 其實收容所很簡單 你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 不只又臭又髒 其實他們真的 有人意在清理 可是一定會有狗的味道 大便 小號 然後還有一個 他的氛圍很差 什麼叫氛圍很差 像有些收容所 一進去又看到 一個獸魂碑 你知道獸魂碑是幹嘛的嗎 因為以前會愛餓死 所以他們要用來 擊敗那些走掉的狗狗 然後有些金床會消掉 人家飄 那個進去那個感覺就很差 因為其實裡面 現在還是會有安樂 但是安樂是算重症的 就是他不會無緣無故說 這隻狗就是很健康 他直接幫你安樂 之前是會 你們有拼過12夜嗎 12夜就是兩個禮拜的意思 12夜的電影可以去看一下 心臟要夠強的 就是一直進去 這隻狗兩個禮拜公告 兩個禮拜沒有人認養 就把他安樂死 就把他人刀 處理 所以之前是有安樂的 現在沒有安樂 就是找 不是找 是挑那種重症的狗 就是進去 看病 有些狗是攻擊性很強的 他們就會把他安樂掉 所以 基本上我們去收容所 這個是最近比較普遍的 上下層 為什麼 因為靈安樂的狀況之下 狗要收容所有的量 一直在爆 要塞 怎麼塞 最經濟 上下層是最經濟 現在是兩層 那個進去 就是下面的狗就叫 上面的狗也會跟著叫 跟著晃 下面的狗在動來動去 狗狗進去 正常進去 會關起來 也會被關到神經病 很簡單就是 下面那隻狗很躁動 在那邊叫的時候 上面可能睡得好好的 直接都會開始搖晃 那個籠子全部綁在一起 只要一隻狗很躁動 其他狗就跟著躁動 大家就會開始互相學習 只要一隻狗叫 大家都會跟著叫 這些狗在收容所裡面 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看著人 就叫到 就不叫到 那這些狗 你把牠帶到市區 帶到你家裡面 牠會怎麼樣 看到人來就是叫 以前都這樣學了 所以 狗狗如果你要帶牠進來 人類社會 我們要去領養牠的時候 後面記得 有一句話會更重要 來 我以前壓下來 叫養不氣養 教牠會更重要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收容所的狗狗 你只要去 大概會有幾種反應 一種是很喜歡跟人在一起的 牠會把牠的筆睹出來 欸 就是 有去過收容所的舉手 我看一下好不好 手可以放下來 謝謝 大概有四分之一 我是覺得你們可以去收容所 那個環境你們可以去感受一下 去體驗一下 這樣回去可以跟小朋友說嘴 不是啦 就是可以告訴小朋友 收容所大概是什麼樣的環境 裡面的狗 有些人很喜歡人的 牠會把鼻子督出來 就是試著讓你摸牠 或是跟你接觸 為什麼會有這種狗狗 收容所裡面有一種狗狗 牠的來源叫做棄養 上面的資料單位寫不擬飼養 你是你人的你 不擬飼養 意思就是 那些士族 他因為某些問題 沒有辦法養 不想要養 所以他會用士族帶到收容所裡面放水 這一種的叫做不擬飼養 通常牠的來源是這樣的狗狗 牠會喜歡跟人在一起 會把鼻子督出來 就試著讓你跟牠互動 另外一種的是什麼 有攻擊性的 這種比較多的就是在路上 我們剛講被抓進去的 抓進去牠會覺得說 那東西拍人啊 所以進去看牠的人 牠也會覺得都不是討論 所以會怎麼樣 會漏牙齒會胸會叫 你遇到狗這樣的話 你還要把手指頭伸進去嗎 不要了齁 除非你有買保險的 你要紮騙保險金 像這種狗狗齁 就是你就不要去摸牠 就是在外面看就好 第三種狗就是躲在邊邊的 牠也是受過傷害的狗 牠不想要跟人互動 牠不想每次行牠會躲在旁邊 其實狗狗的身體一直在說話 牠們也會講話 牠們的身體有點像是我們的單字 例如說耳朵往後貼 或者是牠的尾巴往下夾 每一個地方都會有點像是一個單字 牠身體把它所有的部分組合起來 就是會一個片語 像這一張圖的狗狗 牠的耳朵很明顯往後貼 然後你有看到眉頭是皺起來的嗎 代表說牠現在這邊很緊繃 代表說這隻狗牠現在是整個很緊張的 很緊繃的意思 就有點像是那個肌肉的線條 就是很緊 大家那個手腕有舉起來 這樣 有沒有看到肌肉的線條 老師沒有啦 你只要用力的時候會有肌肉的線條 狗狗也一樣會有 你可以從肌肉的線條去判斷說 這隻狗牠現在是不是緊張緊繃的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很緊張 你稍微去碰一下牠的身體 牠會反彈回來 叮叮啊會把你彈回來 代表說牠現在肌肉很緊繃 可是你要跟那隻狗熟 你不要不熟的可能去吐牠 你會被咬 像這隻狗牠們會比較害怕 牠們會躲在後面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 你稍後所看到流浪狗跟家犬 是不是一樣的 其實差很多 你領養進來的狗狗 你一定要做一些訓練 然後學校有效果的舉手看一下 兩位 手可以放下來三位 謝謝 效果現在那麼少 因為之前那個農委會在推一個那個孝犬 孝犬的計畫 看起來好像沒有推成功 希望就是每間學校會養一隻孝犬 那孝犬牠是借在流浪狗跟家犬的中間 流浪狗跟家犬對我們來講 牠不算是同一掛的 等一下我們會再細細的跟大家講 那接著我們要講怎麼樣接觸流浪動物 有四個要點 還有怎麼樣摸牠 然後跟狗狗溝通會有四大管道 今天我們大概可能有辦法講兩種 聽覺訊號 視覺訊號 嗅覺訊號 然後觸覺訊號 四種溝通管道 我們今天可能只能講這兩種 然後如果說我們要把流浪狗變成家犬 或者是你要把收容處的狗變成孝犬 靈癢要注意的事情 然後還有怎麼樣帶牠回家 怎麼樣帶進家門 第一個我們要先講的就是 流浪狗跟家犬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巡化程度 你們知道野狗都怎麼樣生活嗎 打獵、採集 這個是最原始的方式 之前我在路上訓練狗的時候 就有遇到三隻野狗圍攻一隻貓 因為我訓練的地方比較高 然後那是一個工地在下面 我就只能從上面看下面 聽到那隻貓 一開始有叫叫叫叫叫到我讓你身體 牠們在野外 牠們為了生存下去 牠們一定會打獵 貓啊、雞啊、鴨啊、老鼠啊 什麼東西 只要有辦法吃 牠們就會吃 牠們打獵蠻聰明 牠們就一群狗出去 然後三隻狗回攻一隻貓 就是站三角形 這樣 牠們是有本能的 所以巡化程度是不一樣的 會打獵的狗帶到家裡面會怎麼樣 你家裡面如果有黃金屬的 貓的就會照樣 你一定要去叫牠 那個是家裡面的成員的一份子 你也是家裡面的成員一份子 成員怎麼會互相吃來吃去 你一定要叫牠 你沒有叫牠 牠就是會打獵 第二個採集食物 牠們在外面會收集一些 例如說掉下的花壺 或者是像如果在都市裡面 牠們通常都怎麼樣找東西吃 跳運收湯 翻垃圾桶 那個最簡單 所以都市周圍還是會有些野狗存在 就是因為牠們有辦法採集到食物 採集食物這個問題 如果帶到家裡面 牠會變成怎麼樣 翻垃圾桶 翻你家的廚房 翻廚宇 跟你家翻香倒櫃 所以有些狗啊 牠從手中所帶親來出來 沒有叫的 牠就會把你家裡面 就是可以啃的可以撕的 所以全部都把牠破壞了 把豆腰要自己找東西吃 你會跟牠說 我如果教牠 我給牠飼料啊 我給牠東西吃啊 為什麼牠不吃 因為野味比較好吃 不是野味 就是垃圾桶 有些東西味道比較香 比較重 然後另外就是收容所的狗 如果你進去沒有太久 牠們不會覺得飼料 是牠們應該吃的東西 牠們會覺得牠們應該吃的東西 總被複雜 好 所以通常會有 就是獵追捕的動作 或是翻香倒櫃的動作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 保護領域 鹽狗在外面為了生存下去 牠必須要做一個 有點像是族群一樣的 牠會有位階 會有統治階級 跟被統治的階級 跟人類一樣 為什麼要有一個位階 假設今天我們大家獵到了一隻兔子 大家為了這一隻兔子 為了要吃牠 打人一死我活了 結果外面來了一隻熊 全部都變成牠的食物了 所以為了要鞏固牠們的生存方式 延續牠們的壽命 生存 所以牠們會怎麼樣 牠們會先規定說 老大先吃 現在老二再去吃 吃到老三吃完了 所以大家都吃得很健康 牠們熊來的還有辦法去抵禦牠 所以牠們會有階級化 那這個階級化 老大的通常就是會管事情 例如說牠愛睡哪邊就睡哪邊 然後老三的牠要負責幹嘛 負責去巡弱 所以像牠們會去鞏固牠們的一個地盤領域 只要是有流浪狗的地方 牠們會像是有一個資源 牠們會盤順在那邊 通常會有在外面巡弱的狗 也不是巡弱 例如說有拆經過 或是有被狗追過的角色 我看一下 好手配放起來 要蠻多的 通常就是出來追的那隻狗 通常都是外面的小樓樓 那這個我們講保護地盤 保護領域的這個行為 跑到家裡面會變成什麼 有人按門鈴 有人送貨進來 會被凶會被叫的 通常就是這個行為 所以如果流浪狗 你直接把牠帶進來 我們講 因為巡化程度不同 牠會有這些行為 這是第一個不同 第二個 牠的可受教性 許惠性配合度都會比較低 為什麼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這隻狗 牠吃東西 牠不需要依賴人 牠可以自己打獵 可以自己找到東西吃 牠不需要依賴你手上的食物 牠會需要去取悅你嗎 牠不需要 牠需要配合你嗎 牠也不需要 所以通常我們來講 牠們的可受教性 取悅程度配合度都會比較低 因為牠們有辦法吃 那個叫什麼 自己來 自己去吃東西吃 所以很多狗狗從收入出來的 第一天第二天 你為牠吃東西 牠不吃 第一個環境緊張 牠們比較敏感 第二個就是牠不會覺得說 我需要從你那邊找到東西吃 所以如果說狗狗帶回家 你沒有一些方法 例如說餵牠吃東西吃 就把牠放在那邊一整天 隔天早上起來 廚房裡面的雞怎麼不見 就是牠會自己找東西吃 你沒有辦法用食物去訓練牠 這時候要怎麼辦 其實方法很多 這時候 第一件事情帶回來 你要先有時間去看著牠 不要讓牠犯錯 讓牠有辦法吃你手上的飼料 那怎麼辦 很多人說 我家狗又不吃東西 說真的牠不吃 你就把它收起來 不吃就收起來 收到第三次的時候 放你要收的時候 牠會很快跑去進去吃了 通常狗不吃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牠覺得不吃 我會有更好的東西吃 家裡面有兩狗 舉手我看一下 好手可以放下 你們家狗會挑死的 舉手我看一下 好手可以放下 會挑死的原因 通常就是這樣 放著不吃 啊 不吃可能太難吃了 加那個狗罐頭加進去 我吃了兩天 又不吃了 是不是狗罐頭吃膩了 接下來要加什麼 加肉汁啊 加什麼 就是越吃越高級 吃到薩朗牛排 還是狗吃到最後又不吃 不吃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牠覺得我不吃 我等一下下一餐 可能會有更好吃了 牠就一直等一直等 撐到最後 好吃的東西就一直掉下來 所以這是一個狗的行為 等一下家裡面 如果狗狗有問題也可以問我 好 所以下面牠們的配合度就會比較低 因為群化程度 圈圈畫在一起的意思就是 牠們會有互相的影響 關聯性 第三個 與人類的關係 在野外 人跟狗之間的關係是競爭的 我們不是夥伴 可是在家裡面我們是夥伴 可是在野外會變成競爭的原因 很簡單 你只要去看那個數據 越都市化的地方 收容所的收容數量會越高 越都市發展沒那麼發達的地方 例如說像屏東台東 牠們收容所的狗狗的數量都會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發展肚子的時候 我們會走外面見 狗狗原本可以在那邊生活的資源 生態 因為挖土機來了 因為人來了 牠們就被破驅離 驅離跑到其他地方 沒有地方躲的時候怎麼辦 就只能流落到市中心 市中心有市民看到怎麼辦 1999就拿起來就卡了 牠就會出現在收容所 所以越都市化的地方 牠的收容量會越高 所以人跟狗之間是什麼關係 不平等關係 就是競爭關係 所以牠們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 就是那麼愛人 這會是一個問題 通常我們現在很多電影 或是周邊商品 都會把狗狗塑造成很可愛的形象 很好的形象 很美好的形象 忠心的夥伴 這些狗狗其實大部分都可能是從腳養的 可能會比較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說從收容所出來的成全 牠本身就已經有自我保護了一些意識跟行為 吃東西也有辦法自己裂到東西 裂到東西 這時候你要讓牠跟人的關係那麼好 你必須要有一些訓練的方法跟技巧 牠才會有辦法 第四個移心病 在狗狗 其實我們講所有生命延續下去的基本條件 就是移心病 包含人類也是一樣 假設遠古的時候 我們人類看到那個打雷閃電 有些人覺得很漂亮站在那邊的 那個基因就不會被存落下來 就會被雷劈死了 大部分看到雷閃電的會怎麼樣 跑去躲 牠們會有疑心病 跑去躲接下來這批人就會活下來 對狗狗來講也是一樣 如果今天看到鱷魚 牠會覺得很漂亮 這隻那個狗狗就會被鱷魚吃掉 所以牠不會點去下來 所以大部分狗狗留下來會怎麼樣 野外生存的狗 通常都會有一個叫做移心病的 聽到草叢的聲音 牠們要往上起來 懷疑是不是有獵人來的 是不是有蛇 是不是有熊之類的 牠們要保護自己 所以牠們的移心病會很重 所以今天你要接觸一隻流浪狗 如果說你傻乎乎的直接走過去 這隻狗牠也會覺得你很恐怖 所以你要把牠們想像成一隻 就是疑心病非常重的狗 你要讓牠覺得說 你身上帶的是一卡車的食物 你要靠近牠 牠可能才會願意 可是牠也沒有那麼容易相信人 接下來敏感程度 敏感程度跟疑心病的差別在 在